大家好,又到了S級分析的時候 今天要跟大家談兩宗大事 哪兩宗呢? 其實現在的形勢真是很複雜 現在俄烏衝突 令到中國 攀升到實質上高的世界第二強國 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美國銀行的倒閉 一個骨牌效應 亦都影響到歐洲的瑞信 那現在呢 是怎樣玩法呢? 那美國是否不能再繼續玩下去 還是在垂死掙扎呢? 就是我們這樣說 那西方強國 其實現在面臨著什麼形勢 我覺得今天可以和S先生 詳細跟大家分享一下 聽一下S先生是怎樣分析的 S先生你好 大衛先生你好 大家好 大家萬長好 我們其實過去那幾年 整天都在說東升西降 中國會上位 中國會上位 其實過去都是說的 因為那時候都是很多的條件 因素在醞釀中 但是到今時今日呢 又不同的 已經是搭日 就是叫做成果期 簡單的一件事 很多時候如果你說和大家的朋友經濟 你說世界第二強國是誰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會說是中國 總體來說呢 他們會覺得是俄羅斯的 因為俄羅斯的軍事力量都很大 但是呢 現在的形勢就不同了 因為這次那個俄烏戰爭之後呢 其實呢 可以這樣說呢 就真的呢 是中國把握了它這個世界第二強國的實質 那個權力的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 美國為什麼可以從英國走到裡面呢 是接英國的權力過來呢 做了這個世界白主的地位的 其實呢 美國呢並不是直接跟英國開戰的 而拿去替代它過來的 而是呢 因為 跟英國開戰 那美國呢 是 找到一個機遇了 那大家聽到這裡呢 那跟現在的俄烏戰爭 大家有一個 就是二曲同風 是吧 美國其實在1994年開始呢 那個GDP呢 已經是世界第一的了 也都是呢 當時呢 世界的工廠 製造業的那個規模呢 其實呢 實質上呢 是全球第一的 但是呢 美國的實力呢 和它的國際地位呢 其實是不相配的 英國對於美國那個大規模呢 實施這個貿易保護主義 搞這個貿易戰 關稅戰呢 來排擠美國 來打壓美國的 那美國面臨那個國際形勢呢 就是 殆民地那個蛋糕 當時呢 已經被歐洲那個列強 瓜分到盡了 所以呢 在美國呢 作為一個新的列強 代武呢 可以分到這個蛋糕的了 咦 大家又 體會不到 體會得到 咦 好像 當時英國對美國的 和美國對中國呢 差不多的話 於是當時的美國呢 想了一個幫法出來 那怎麼辦呢 唯有呢 就做宣傳吧 那這個純粹宣傳的 就是普世價值了 所以為什麼會走這個東西出來呢 就是呼籲呢 向世界呼籲呢 要公正啊 公平啊 自由貿易啊 人權啊 民主啊 講白一些呢 就是其實 這個 美國呢 要這個的植物 在市場開放 所以用這些藉口呢 普世價值呢 做一個宣傳呢 去打進去的 給呢 因此呢 可以給美國的資本家 留回呢 去吃一口湯 但是英國的拒絕了 所以這個 美國呢 是全面開放 這個殖民地的市場的 美國呢 沒有辦法了 就只能夠呢 繼續呢 在全世界呢 去推銷 它的所謂 好世界值啊 民主 自由和平啊 公正啊 平等啊 還有利用呢 歐洲的傳統那個列強 內部的那個 來製造機會 當時呢 美國在一個 肉肉強食的殖民地 的時代呢 推銷這些 自由、民主、和平、公正、平等 其實呢 是很尷尬的 因為 那時候呢 沒有這個市場 但是呢 首先呢 德國呢 就走了出來了 德國兩次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呢 是挑戰這個 英國啊 法國 來呢 重新呢 是劃分這個世界 雖然呢 德國是失敗了 但是呢 英國 和法國呢 那個的勢力呢 都被呢 德國呢 打殘了 而美國呢 的盛勢呢 就可以成功上到位了 那麼英國呢 就被迫呢 主動將世界的霸主 的席位呢 就讓了給這個美國 那麽就避免了 英美之間的那個戰爭了 美國企業呢 在英國 在英國的一邊 還呢 順勢呢 是把英國那個霸主地位呢 就拿走了 那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呢 美國創造那個 的無辜戰爭呢 來迫使俄羅斯 把俄羅斯的第二 的惡制地位呢 就讓給中國 中國呢 既要繼續呢 是聯俄呢 是抗美 但是又會呢 將俄羅斯的 第二強國的位置呢 很自然的 就取代了 俄羅斯 俄羅斯還是不能夠 不讓位退役的 那自己還要自己找上門 找中國呢 在以往呢 雖然俄羅斯 綜合的角力呢 是不及中國 但是呢 俄羅斯對於中亞 伊朗啊 俄羅斯的 這些地區呢 是擁有 超過俄羅斯 國家實力的 控制能力 和權力的 這個看到呢 是中國呢 是呢 雖然呢 中國是有 第二世界的強國 但是呢 有這個強國實力 但是呢 就享受不到 世界第二強國 那個國際地位的聲譽 和那個代議 但是 但是中俄呢 聯合抗美呢 又是一個大趨勢 中國呢 沒有辦法呢 去逼呢 是俄羅斯讓步 讓個位給他的 中國也都不會這樣做 俄羅斯也都不甘願 是讓位呢 將這個 自己呢 從這個 第二強國的 代議呢 就給了中國的 這樣呢 就使得中國的那個角力 明明呢 是比俄羅斯強 但是在中俄的關係之上呢 但是呢 使得俄羅斯人呢 總是呢 會覺得自己呢 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自信 俄羅斯呢 總是呢 以高居臨下的姿態呢 來呢 來呢 看待中國的 這個就是呢 國力 那個地位 不相互 失配的那個形勢 但是俄羅斯戰爭呢 就使得呢 中國呢 終於呢 過正自己的位置了 俄羅斯戰爭呢 暴露了俄羅斯的那個虛弱呢 曾經團結 在俄羅斯身邊的那些國家 紛紛呢 就向東看了 轉移到呢 是中國的身邊 大家看到呢 有俄羅斯啦 伊朗啦 中亞五國等等呢 就因爲呢 美國呢 亦在烏克蘭呢 全力地對付俄羅斯 中東呢 會很兇虛 中國呢 又從美國那邊呢 控制了 沙特 阿聯酋 卡塔爾 伊拉克 這些國家 美國在中東那個 那些小弟弟呢 也開始了 向中國呢 就靠攏了 那一下呢 那個格局呢 就打開了 老大和老二呢 打架的時候呢 老三呢 就不要呢 立亂來勸交 或者呢 上去呢 是呀 添柴添火了 而應該呢 將那些 不想 選邊站隊的人呢 團結起來 自成一派 老大打贏了 老三呢 就當上呢 老二 老二打贏了呢 老三呢 仍然可以呢 繼續呢 做老三 那又何苦呢 要呢 踢薄上陣 替其他人呢 來打呢 那 那 講起來呢 就是這樣 自己會吃虧的 那 其實呢 有很多 親俄的粉絲呢 在國內呢 就要求呢 中國呢 軍援 是俄羅斯的 甚至呢 說要出兵呢 是去烏克 那他們沒有想過 他現在那個階段 中國呢 最需要的呢 是要搭建一個 新的國際武道 那來取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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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呢 全球 這個安全 新秩序 裡面呢 真正的 第二把 交椅 第二把 這把交椅呢 就必須呢 是要培養 好自己的勢力 建立好自己的主導的 國際的 新秩序呢 那 就穩固了自己的實力呢 那 就坐二 就可以妄一了 那 那俄羅斯 紅烏戰爭呢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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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俄羅斯 第一把 這把 第二把 的交椅呢 並不是中國去搶他 而是俄羅斯自己失去的 因此呢 俄羅斯 這些小兄弟呢 對於俄羅斯呢 就好失望 那我們不能夠再依靠俄羅斯 這樣 中俄呢 二把手的牌位之爭就無形中消解了 根本不存在 大家有衝突 也不需要去爭位 中國實際上上位了 二把手 而俄羅斯自然又落到三四五六七位 究竟跌到第幾位的交易 現在都不要說了 要看將來 打完這場戰爭之後 因為沒有戰爭 我們都不知道會打多久 因此中國在這個時候 不止不能夠參與到 戰爭裏面 還要順勢加速落在中國自己 第二把交易的實質地位 將世界第二強國的位置坐穩 坐實了之後 在中亞是俄羅斯留下來的戰略真空 而中國要將中吉烏折路 這個是加速地修建起來 吉烏就是吉爾吉斯坦 烏就是烏克蘭 增加了中克石油的貿易 中東是美國留下來的戰略真空 中國也要將人民幣深入到中東的國際貿易結算中心 這個沙特和伊朗的和解 只是中國經營中東的一個小步伐 一個小步來的 後續還有中國和中亞五國的峰會 中亞五國就是那些什麼吉爾吉斯坦 也必然帶來給中國豐厚的外交成果 和在經濟上的豐收 而只是要在實力和地位互相匹配 中國只能夠充分調動到更多的國際資源 來製造舊的不公正的國際秩序 而建立一個公正平等的國際新秩序 而講到這裏 大家就理解到最近在中亞、中東發生的事情 這個就必然了 因為在中東和中亞這地方 以前是俄羅斯和美國的勢力範圍裡面 它們兩個現在都退出了 變成有一個真空地帶出來 所以為什麼突然間會看到中國在這些地方的交往 和經濟各方面都壞了很多呢 我們經常都說 好像今年轉變很大 中國人經常說 這個叫做天時地利人 人勢被人強 所以做就了中國這個事情 第二個我們又可以看一下 現在美國 在拜登上來以來 美國的經濟一直在衰退危機的邊緣 在徘徊 而美聯儲瘋狂地加息 又增加了衰退的風險 有報導稱 美聯儲還要大規模地加息 就算現在出現了這個植穀融事件 它不是叫做平止加息或者減息 而是暫時性 停一停 看一看而已 現在其實美聯儲要加息加到什麼時候呢 加到經濟衰退危機出現了為止 豈不是美國佬要自殘內商的行為來的 新冠的危機 俄烏的衝突 中美的交惡等等 這些都是美國的經濟衰退的重要因素 雖然說 美國基本上走出了這個疫情的經濟 但是在俄烏的衝突 中美的對抗卻會是難以停止的 甚至於有局勢繼續惡化的趨勢 所以美國的衰退的危機 一時間是難以走出那個困惑的 但是大家理不理解到這件事情 美國走向衰退 這個是必然的事 但是現在在中國和東南亞這邊 人家在說這個經濟提升 所以這個形成了西港東升的格局 目前拜登最主要的工作 是要結制這個高期不下來的風貨膨脹 甚至是不惜犧牲到經濟衰退 來化解這個風脹危機 最終的原因主要是 風脹會帶來中下階層受到這個打擊 但是那些高收入的反而是會得益的 因為世界越亂 越容易就賺錢了 而賺得錢的那些都是有財有勢的人 你沒有錢的那些都是額外 你又找什麼機會呢 因此導致本來高度分化的那個低層 在美國裏面就會進一步去加劇 因此就會引發起美國的社會問題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元的貶值 這樣並不理美元的霸權的地位 反過來又加劇了美國的經濟的衰退 但是美國高層寧願就說犧牲這個經濟 也要是揭制這個通貨膨脹 那一會再跟大家說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拜登揭制這個通貨膨脹的手段 就是美聯儲加息 加息 再加息 而加息本身的是為了揭制這個通貨膨脹 不是經濟過熱 但是問題是美國面臨的不是經濟過熱 而是經濟衰退 也就是說 加息本身對美國的情況 就是一種不殘的行為 本來就已經不是很良好的美國經濟 承受壓力將會更大 那麼美國又為什麼要瘋狂地加息呢 其實這件事呢 現在美國那個死局來的 像我們看中醫來說 你吃藥都要分寒底熱底 然後醫生會給劑劑 所以好像俗話說 24米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喝的 他說你寒底喝下去是死人的 但是那些呢 很熱的熱底 你只要喝24米 就是這樣的原因 那現在美國就不是了 哇 落劑 24米下去 但是美國已經是經濟的寒底 那看著怎麼死的 那甚至呢 是要加到經濟衰退為止 原因就是呢 美國擁有那個美元的霸權 通過加息減息 來操縱這個匯率 那因為美國看的利益呢 就不是看它美國自己本身那個經濟嘛 它自在去收割全球那個的利益嘛 那你說誰大呢 對於它來說 就是收割全球那個利益的大呢 所以國內那個的經濟 那個這個通貨膨脹 它就落重了 如果是你一直加息加息 都沒有所謂的 它明知道美國經濟會倒會死的 但是他們都照樣這樣做 就是這樣解 因為這樣 你美國中國 是加息和減息來操縱 和這次那個不斷的加息 這樣美國才可以去收割全世界的財富 那這一直呢 都是美國那個殺手間來的 那麽好吃的翻尋味啦 那麽於是美國這幾年呢 都是重穩了這個財經 這個財記 也就是說呢 通過收割全球的外負呢 來使美國人呢 是自肥的 不但呢 可以彌補到美國經濟衰退的損失 甚至呢 還可以大讚一筆 那麽呢 就是美國霸權 美元霸權的好處 但是問題也是 世界全國各國 已經對美國那個霸權 是痛恨之極的了 瘋狂加息 嚴重的傷害到世界各國的利益 那麽目前呢 世界上正是揭起去美元化那個浪潮 雖然問題呢 不大 但是呢 這個影響力呢 會呢 會呢 持續地發酵的 和1997年那個瘋狂加息 而獲得那個巨額的效益相比呢 這次的韭菜的功能呢 顯然呢 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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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息周期呢 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但是美國那個通脹呢 依然呢 持續在6%以上 那麼 距離呢 這個2%的目標呢 是相差呢 就很遠了 還是因為是這樣呢 美聯儲呢 還要醞釀呢 是大規模加息 但是 大家看到他們說的加息 已經說到呢 是到明年 2024年 就是說 它今年還陸陸在加息 而明年的加息 只不過是 加得少些 不是說 而且不是說停止加息 你說美國經濟呢 這兩年是怎樣呢 而美聯儲 還在醞釀著大規模的加息呢 直到 美國的經濟呢 是衰退的 當美國出現了 嚴重的經濟衰退之時呢 那通脹呢 就一定能夠 恢復到 這個正常水平呢 那如果不能夠 美國加息呢 又何時都可以到盡頭呢 那加息可以緩解這個通脹 但是問題呢 是 這一次的通貨膨脹 形成的原因呢 就太過複雜了 跟以前那個呢 是不一樣的 是因為以前那些都是經濟患熱的 那俄烏那個衝突啊 以及這個 這個嚴厲的制裁呢 所引起那個能源啊 糧食啊 金融危機啊 這些其實是主要的原因 和美國呢 嚴重的破壞世界呢 那個供應鏈呢 也都有相當的關係 還有呢 這個是美國那個能源戰 略那個的矛盾 這些都不可能呢 是用加息 你可以解決問題的 因為俄烏的衝突呢 直接呢 打斷了俄羅斯 向歐洲出口這個能源 戰略啊 戰略儲備 就是石油儲備啊 但是都沒有辦法 平抑美國國內那個能源那個價格的 烏克蘭的戰爭持續呢 就越來呢 歐洲對美國的能源呢 依賴就越來 這樣 那些美國的能源巨頭呢 就越收了錢多了 那於是乎呢 那個能源價格呢 就很難會下去了 那麽對外那個出口的增加呢 那麽自然呢 也會推高了 美國本身的能源價格 而能源的價格高企的時候呢 對於產油國呢 自然呢 就有利益 自然呢 也都呢 就沒有去增加產能 那個意願了 那麽所以 美國老闆叫 他們說 增產 不是就是增產 那麽人那個都 不需要利利 那麽以前我們也說過 俄羅斯其實呢 現在呢 是減少了 大約百分之二十那個的產能的 但是它那個的 在石油那個的收益呢 反而是增加一倍的 那俄羅斯 爲什麽有東西生產呢 雖然沒有需要生產 但是呢 現今那個美國呢 已經不能夠 好像過去那樣 來操縱 這些中東的產油國 這個就是 中東政治上去美元化 石油去美元化的結果 這樣呢 近期對於美國的影響 不大 但是呢 強期的影響呢 就很大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呢 那個就是呢 中國的經濟 現在到 復甦的勢頭 強勁 同時呢 也讓世界呢 經濟呢 注入呢 強勁那個動力 當中國呢 和這些國家的經濟復甦 那個勢頭呢 明顯呢 向好呢 對能源的需求呢 就會自然呢 就會增加 那這個又對那些 能源的價格呢 形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不會減價的 同時呢 會推高呢 推動這個大宗商品的價格呢 就向上 這個呢 就是呢 中國時刻 中國時刻 會來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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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回歸這個 這個世界的 那個 高峰 而美國加速呢 會輸出 通脹 中國 帶來 帶動相關國家的經濟 的強勁復甦 也會輸出 去通脹 世界的通脹呢 就自然呢 就會反駛到 去美國的身上 這樣 這樣美國的通貨膨脹 就難以化解 加速的結果呢 就是呢 衰退 美國的經濟的同時呢 美國還解決不了 那個通貨膨脹的問題 就是說 加速的時候 使得美國的經濟衰退 但是呢 它的通貨膨脹的問題 依然呢 是高企不下的 這個呢 就是 就是說 醫生看 在美國 他說 喂 你不是喔 你有寒又熱喔 那怎麼辦呢 那 既然呢 美國的自產 中國給美國的衰退呢 可以呢 來個順水衰舟 定存一下它 反制美國啊 對於美國的經濟呢 形成 是打擊 其次呢 中國還進一步呢 是加強和這個 俄羅斯的 貿易往來啊 支持俄羅斯的經濟啊 那支持俄羅斯的經濟呢 那俄羅斯自然就可以 由本錢打下去了 所以呢 中國就不需要說 給它什麼武器 那麼 烏克蘭的危機呢 它是持續的時間越長呢 對於美國的牽制呢 就越大了 同時呢 在經濟上呢 對於美國 有一個巨大的消耗 美國的通貨膨脹呢 就沒有辦法去化解了 那就加速了去 美元那個進程呢 那麼 中國 積極地和有意願的國家進行 這個人民幣結算 甚至呢 是可以用歐元結算 總之 不用你美元就行了 總之就是不用你美元 若化了你美元那個國際地位呢 這個也可以 揭制美元那個大幅度的升值 若化了美元那個 土塞的能力 那麼另外呢 可以加強和這個朝鮮 伊朗等的國家的合作 使得呢 美國呢 就疲於奔命 那麼中國 向中東滲透 積極地發展呢 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呢 這個呢 是推動了石油美元的脫鉤 不和美國呢 在解決美國經濟問題上進行呢 去合作 這樣呢 如果美國呢 硬是要 去打壓中國呢 中國呢 就更加有本錢了 果斷地對這個美國進行 是反制的 是 只要呢 是 加大 和美國的對抗 對美國的強烈反制呢 這樣呢 中國呢 很自然地呢 就送美國一程了 大家明白這裡 如果不能夠快刀斬亂馬 這個骨 這個美國的骨牌呢 這個效應呢 因為會捲直整個市場 就會形成一場 是全面的危機 現在美聯署呢 應該呢 是好像 這個肥豬那樣 轉了進去那個 那些欄山裡面 剛剛現在就卡住 進又進不了 出又出不了 就定一 是進退兩難 到底是要加息呢 還是呢 是不加息呢 那 高通脹呢 是解除不了 這個會呢 是重創了 美國的經濟 最死的是呢 不只是經濟的危機 而呢 也是社會的危機 那繼續的加息呢 後遺症呢 已經是呈現出來了 故呢 是不能夠排除 之後會更大的 金融風暴 乃至於呢 是出現呢 是雷曼風暴的那個時刻 美元呢 是世界主要的準備貨幣 現在仍然都是 雖然它的量是減低了 美國人呢 最喜歡的呢 就是玩弄呢 是金融財經手段 來通過呢 美元來轉嫁自己的危機 去割全世界的狗態 那金融危機時間呢 通過這個的降息 這個量化寬鬆的手段呢 開始呢 這個印制 這個 印制的這個鈔票 將大量的美元呢 流去呢 去海外 實質上呢 是強迫其他國家呢 借錢 那我也試過 當時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人民打電話給我 嗯 借給我 是零點幾息呢 很低的 那 借了呢 都說幾百元給你 小 你扣銀行 賠錢給你看 因為銀行收得 美元太多 那可能呢 他們 我估計他們可能呢 都是被迫收錢的 這個第一輪 是第一輪的割九菜 這個呢 這幾年就覺得呢 就會駕駛了 那麼巨大那個的 吸引那個的 效應呢 就看到 例如呢 強勢回流回美國 看到呢 其他國家呢 就失血 甚至呢 會到呢 是金融危機 這個呢 就是第二輪的割九菜 這個世界呢 出來走呢 就 總是要還的 嗯 這個植谷銀行 倒閉了 但是呢 更多的 美國的銀行呢 呢 正在害怕 就算不是新的雷曼時刻 但是至少呢 呢 現在美國呢 是正處一場的金融 超級風暴的前夕 黑暗無聲 這個還不得人害怕 這個雖然呢 和大家呢 就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呢 大家依然呢 要小心 小心 因為呢 那個 你任何投資 市場 這些波動 可能將來呢 會出現很大的 和呢 不會給你任何的先兆 那可能呢 有壞人呢 這個 放尖狗出來呢 咬人了 那這個壞人是誰呢 那 阿Sam叔叔 那無論怎樣呢 金融呢 是無小事 金融呢 是會影響到全世界的大事 所以中國這一輪那個機構改革啊 影響最深遠的那個變動呢 都是順勢而行 也是順勢 是這個金融體制的那個改革 那其實 剛才說呢 就說 整個美國那個的形勢 俄羅斯不用說了 我也說了 那美國那個現在那個的 身子 情況 給大家呢 就 理解到 那大家都知道呢 是未來很快 這個世界 這個大變局 真的會下來了 大肥先生 你去看 我看到世界的變局 其實現在正在變的 阿先生 變得很快 整體上 就不是說 我們現在慢慢的 在等著它變 我自己看到 因為我們看到整個俄羅斯的衝突 其實對世界是影響非常之大 那為什麼我說影響非常之大呢 那個格局呢 就已經是完全不同了 那你說 現在東升西降 那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中國已經變成世界第二強國了 那我覺得 俄羅斯戰爭是一個 趨化劑 大家看到 俄羅斯的角力 並不是太強 還有今次呢 就是對美國來說 是要 玩死俄羅斯 他基本上是這樣的 因為的時候 如果俄羅斯和中國 互相合作 或者彼此拍得住的時候 其實 在過去的 有很多的美國的評論家都說 那對美國是非常之不利的 但是中國呢 已經是很難推倒了 一直在這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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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中國呢 就沒有辦法這麼強大 但是呢 針對俄羅斯去做相關的動作呢 我覺得 是 做得很足夠 阿先生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還有 綜合角力 俄羅斯都不夠中國 因為其實 我們看到 俄羅斯的整體的GDP 其實很少 跟中國比 更加沒有得比 怎麼看呢 先問回來 是的 所以來講 但是 現在來講 就是 中國 可以說它是第二強國 包括軍事 貿易 這個貿易方面 我想現在 那些人都是 可認得到 跟前幾年的看法都不同 還有呢 現在最重要的是 俄羅斯自己本身的態度 改變 你建議俄羅斯 就是憑不憑呢 去找中國的 所以 所以為什麼 其實中國 在那段時間 維持了 有成 十幾年的貿易 都是得 不超過一千億的 是得四百多億的 不多的 沒錯 因為主要那時候 俄羅斯呢 都是 覺得自己是一個西方國家 那現在呢 基本上呢 俄羅斯已經是 這個的幻想已經是破滅的了 所以最近這兩年 大家看到普京說 喂 我們是一個 亞洲國家 我們要向 亞洲韓 直逃呢 無論是 全都轉了 沒錯 繼續 繼續 因為 還有一件事 還有兩件事 我想請教一下 Ed先生 第一件事 講得比較近一點 我剛剛看了新聞 國際法庭那裏 就是發出第捕令 向普京 國際刑事法庭 烏克蘭就說 這個只不過是開始 那因為一件什麼事呢 就是 發生在3月17日 發自基庫的消息 那時候 烏克蘭總統府 星期五 就歡迎國際刑事法庭 對俄羅斯總統 普京發出第捕令 推定他對驅逐 烏克蘭兒童的戰爭罪負責 這個絕對 我覺得是一個笑話 其實為什麼 這個折骨眼 去發生這件事呢 去推動這件事呢 究竟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這件事 雖然跟 中國變成第二 沒有關係 但是 我覺得 這件事 你說非法轉移烏克蘭兒童 其實 我們回顧一下 美國才是 最嚴重的情況 過去又沒有做 現在這個時候去做 還有 這件事 對於 我們 習近平主席 在3月份的時候 去 俄羅斯訪問 其實我們播出那一天 就去訪問了 其實有什麼 影響呢 這個情況 想請教一下 S先生 其實這個沒有影響的 嗯 因為 西方作家 這個國家做的事 就 精細很大 宣傳 但是沒有實質 中國要的事 就是實質的事 所以中國呢 就是 這個 出了一個聲明 這個俄烏戰爭 那個 的和平 中國出了這個 十二點那個 的原則 那已經是 擺清楚 這個 中國態度 還有中國和俄羅斯 做生意 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問題的 所以 其實現在的人 對於 習近平去 俄羅斯 不會有什麼 負面的反應 反而 反正我看到一些事情 就說 不是的 現在 耶倫 這個 拜登 頻頻在那裡 打電話去找 找 這個 習近平 不理他 現在走了去俄羅斯 這樣 是嗎 甚至剛才 那些小孩子 那件事 其實俄羅斯 也有講的 俄羅斯 說 我不想 那些小孩子 就是說 在那個 戰場那裡 受到 這個 的摧殘 所以 我們就 將他們移了去 進去俄羅斯 好好照顧他們 這個 各有各的說法 那問題 一件事 其實 當然 俄羅斯 對於這些事情 無傷大雅 其實是一樣的 似乎說出來 那等於 海南事件 那這個 什麼 海南 海牙國際 所謂的 法庭 中國有沒有理你 都不理你 你說了又怎樣 都不是那回事 和你的法庭 都不是那樣 那倒轉 我們講開玩笑 俄羅斯 都可以去 國際法庭 吵你 就是說 你現在打這個 烏克蘭 這個戰爭 烏克蘭的女士 已經提出來 就說 你這樣打下去 你打死了 沒有了 那些烏克蘭在囊 大家都不知道 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新聞 那些 烏克蘭的女性 已經提出了這件事 你這樣再打下去 我們烏克蘭的男人 都死了 那這個是不是 就是 可以 俄羅斯找這件事 去挖苦 去烏克蘭 當然 俄羅斯不在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法庭的簽約裡面 他們無關的 中國也都不是 所以 這個 大家 不要太過認真 嗯 還有 一件事 就是 我們現在 要和談 這次的時候 就是 跟俄羅斯總統 跟俄羅斯基 去談 普京跟俄羅斯基 分別去談 那 你覺得 那個和談 其實 我看到中國 一個實質的領導力 已經是出現了 跟以前不同的 以前 我們就 有很多東西 我們都是 只是語言上高 去說的 但是 現在 就不是了 現在就是 我們有行動 去展示 我們是希望世界和平的 那 這件事 是不是 這次跟普京的會面 或者跟俄羅斯基 會面 你覺得機會大不大呢 這件事 首先 和平的機會 就是看它 兩個人是否願意 還有 裡面大家有沒有 看到一件事 不是很明顯的 那 中國 叫它先停戰 停了戰 就是大家先不要打 你打下去 你怎麼談 就是沒得談的 你先停了線 然後再談 怎麼解決 這個是做法 但是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會形成一種 好像 南韓和北韓的情況 大家明不明白 那時候 他們在韓戰的時候 他們不談判 會搞一個 上金領戰役出來 因為想突破美軍 想突破之後 拿多一些本錢 來安尼去判 這個呢 一停下來的時候 就會首先 就在現在的 那條線 停下來 以那裡 作為的依據 就是說 現在 烏克蘭一停下來的時候 那基本上 那四個 獨立國 就是獨立省 已經是沒有了 但是這個是 那個政治上的技巧 但是 也都是正常的 不要再打 然後大家談 那你談 那你談 就怎麼再談 那可能那四個省 不是歸俄羅斯 但是它自己是獨立 那對於俄羅斯是一樣的 沒有所謂的 你獨立了出來 烏克蘭 那你們也是親俄的 那對於我也是一樣的 但是就會有這樣的推薦 還有現在一件事 其實呢 中國出了這個 和平 這個 這個 要求出來 其實現在世界很多地方都 都響應的 美國 歐洲那邊 如果大家上網看 很多地方都有反應的 就說 要求他們的國家政府 停止支援 這個烏克蘭 停止這場 為戰爭 是這個 當然他們沒有說支持中國的提議和平 但是他們就說 要求他們停止這場戰爭 那它攻陷在這裏 其實這件事 中國的號召力 不要說它停不停下去 因為停戰這個 真的要俄羅斯和歐蘭 即是當事人的那個行為 但問題是一件事 這個影響中國那個 那個 那個聲譽 在國際的權力範圍 就大了很多 還有 有一件事 亦都分化了你們美國佬 因為美國佬 現在叫做 就是要 繼續打 人家那個叫和平 變成大家可以 很清楚 還有這個也都在政治方面 削肉 美國的手法 我覺得這次的行動 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應該是有準備功夫的 因為看到 其實烏克蘭大使 對著國際媒體說 很感謝中國的援助 我們沒有看到 好像有世界上的報道 或者新聞報道 說 中國究竟援助了烏克蘭 什麼 我覺得 中國有援助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 在事奉老美之餘 另外一方面 都對中國很尊重 尤其是對於難民問題 我覺得中國是有提供很多的資金 地方 裝備 各方面去協助烏克蘭的難民 對他們的經濟 我相信也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這次和談如何 我們就慢慢提一提 還有 以我們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的關係 第一天去到 就已經是單對單吃飯了 第二天才正式聊天 最後一構成 我想俄羅斯那邊 就比較容易聊 俄羅斯是否要佔領烏克蘭 不是 他只是為了自己安全 這方面 我覺得 俄羅斯 就像剛才艾先生說 令到中國變成世界第二強國 因為中國的強國是 全面性的 還有 可以在世界上 作出一個領導的責任 但對於俄羅斯來說 這方面是比較難做的 接下來 我們也要看看 除了俄羅斯 令到中國變成世界第二強國 之外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 就是令到中國變成世界第一強國 是嗎 S先生 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霸權 美國的霸權是靠三樣東西 美軍 美債 和美元 那現在呢 我們跟著說的那個 就是這個折穀人的事件 就是 現在其實中國一直在搞那個 世界那個 那個 人民幣 所以 那就是這個折穀人的事件 所以 我們以前都說過 一個大國 倒下去 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是靠外面 另一個國家 打過去 是很難去推倒一個大國的 而通常呢 大國的滅亡呢 都是在內部發生的 而這次這個那個 直股銀行 直到呢 是破壞了美國的那個 美元 和美債 它自身本身的那個優勢 那就變成了 就全國倒下去了 那你美國 經濟又不行 那 又沒有了這個 這樣的 這個 它那個的 支柱 那你美國呢 自然呢 就堆落得很快 是 那自然呢 就等於 我們剛才這樣說的話 那美國很自然呢 自己呢 就要呢 讓個位子呢 給中國 那中國呢 又不可以開火呢 和你美國去爭這件事的 那這個呢 那就是說 真是想不到 美國這件事呢 那個的心語影響很大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說 一會兒我們分析下去呢 就是 直股銀行 小銀行呢 全部呢 是美國那些的 創業呢 那些企業呢 那些錢都帶了 那 而它現在呢 這個破壞了它之後呢 你沒有了錢銀 所以有條水口呢 是借著美國那個的 那些創科 和這些高科技呢 那連那個高科技呢 那你都沒有辦法 可以和中國去對抗的 那你 那你 你美國 用高科技 用美元 美債 那 美軍 我們不要說 那這幾個支柱 你都沒有了 那你美國還有什麼呢 沒有的 那 大家看不看到那個 那個形勢呢 你知道嗎 這次來講呢 美國的真是自撐 中國 怎樣變成第一強國呢 我們 真的要下集 告訴大家 今天的時間 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 收看 點讚 留言 分享 戴衛sir的頻道 分享 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你的分享 有你的支持 有你的加入會員頻道 對戴衛sir來說 亦都是非常之感恩 如果大家方便的話 亦都想請大家 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日的時間到這為止 亦都多謝 S先生 拜拜 各位 拜拜